大家好,这里是松树心语 这两天一直在等这个真可爱呆博士的论文的预印版的发表 准备到时候和呆博士连个线做个直播的介绍 为什么对这个论文这么重视呢? 是因为倒吗? 这个事说是,那也不是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参与感 从牛建渣到真可爱呆博士 我们都是看着他们长大的 不是意思啊,是看着他们做实验搞起来的 他们甚至听取我们这些网友的建议 做了一些实验的调整 甚至按照你的要求,我做个实验测测 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是吧,他们可不是名科 说实话,在过去他是没有抄到这本学问的 后来就是这些搞物理的 搞化学的,搞冶金的 搞陶瓷的,甚至搞量子的 他们参与进来 所以只要是受过专业的这种 科研的范式训练进行的研究 你都不能轻易给人家扣上明科的帽子 现在我们回头看看 超导在过去这30年多 每一次大的突破 基本上,我觉得都是不被当时的主流学界所承认的 都突破了传统 所以我希望带博士的论文能够尽快出来 话说年底了,都忙 都忙,Archive也是忙的超天了 底超天,我看了一下Archive的网站 咱们还是不要扣那些帽子 对Archive来说,来的都是客 毕竟是预印版 只要你不反人类,不乱指路 都问题不大 这是Archive上的这个Fireside页面 他说呢,你看 下面说的什么 自1991年以来 since it's found in 1991 Archive一直呈指数据增长 并在今年的10月份 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Archive从1991年8月 首次提交以来 他一直在跟踪啊 他们每个月接收的新的提交的数量 并且可以在他们的统计页面啊 找到他们分享的阅读数据啊 当然他们还有更细的划分 在2023年10月 就今年的10月份 Archive一共收到了 20710篇新的提交的论文 超过了2023年5月的 之前的一个阅读的记录 一个月啊 所以 呃 今年5月份呢 是他们首次突破了2万的标记 你看 首次突破了2万的标记 是吧 呃 20,000 Maker啊 那么 这就是啊 Archive从1991年8月 至今啊 总的提交数已经达到了 2358,545篇 论文啊 朋友们 可不是小道消息 呃 我在最近几个月来使用Archive的个人感觉啊 我觉得查阅资料在Archive上要远远比那些新闻媒体那些报道的科技知识 科技的理论要准确的太多了 呃 他至于他最终发表没发表这些方面 写这个论文的事 大家想想 我们平常啊 只要你是书面保达 一定比你像我这顺口说出来的要认真的多 呃 为什么很多单位都要书面提交申请的 是你写的时候你要动动脑筋组织语言审慎的提交你的申请 那写论文那更要审慎了 要查书籍各方面 当然有人也有这些啊 写论文的人一些奇思妙想也好 或者胡思乱想也好 但是他毕竟都是认真想过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呢 搞科研的人 有没有利益的需求啊 利益的诱导有 但是更过的呢 还是比我们社会媒体啊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要纯纯粹多了 是吧 所以10月份呢 其实正是LK99啊 水论文的关键时期 所以LK99啊 对Archive上10月份的突破 也是做出贡献的啊 下边还说啊 从他说在2023年10月份啊 这个计算机科学啊 Computer Science Math 数学和物理是提交量最多的三个学科 仅这三个学科就over 15 15000个新的提交论文 所以Archive呢 是在凡尔赛 你看我这确实是信息堆积如山 太忙了啊 之前其实我还介绍过啊 他们在10月份吧 他实际上是在招聘啊 就人太多了 没办法 所以他们招聘制作编辑 当时我就给大家专门做个介绍 是我印象中是八万刀年薪啊 不算高啊 因为工作量太大了 这个制作编辑啊 他是向内容和用户啊 他这个负责人报告啊 他这个团队里边呢 每个月大概当时说是审15000篇论文 而且每天要处理700到100 1500篇论文啊 当然这不是一个人呢 是这个团队的 那这个量也很惊人了 我都建议啊 我建议他们招这样的人啊 最好从HR部门就干过HR的招聘专员的招 大家知道这个招聘专员 看邮件的能力那是超强的 这1500篇啊 那对他来说小case 那大厂的HR那一天要看多少简历啊 是吧 有点学术背景的 因为你这个archive也不可能 我就招过物理专业的 招过巨带机专业的是吧 可能我觉得他就是 从你的这个行文方式啊 你的这个基本要求上做个判断就行 他没有能力做这个内容的审核世界 所以archive呢 他确实一直在强调这个开放性协作 这种学术研究 另外也有透明度 那关于这个LK99啊 发表了这么多的预音版以来 可以说90%以上的 甚至99的吧 都是G都是Node论文 就是支持LK99 导的论文几乎没有啊 除了原作者之外 那你说这是archive的倾向性吗 我觉得不是 这是主流超导学术界的倾向性 和archive没关系 所以啊 忙不忙啊 你想想 你们门口快递站的老板娘啊 堆积如山的那些快递盒子 快递网点的这个小两口啊 弯腰捡货 恐怕腰都累断了 我们门口的就是这样 那不是小两口老两口啊 估计晚上他得来个圣保 好吧 archive也是这样 所以呢 年底了嘛 给大家做个预报啊 在这个 呆博士论文出来之后呢 和他联系过 准备和他做个连线 来个语音聊天也行 是吧 访谈也行 毕竟大家对他的这个率都高的印象 还是比较深刻的是吧 呃 当时那个毛妹呢 透露了他的这个合成路线之后啊 他也不咋说话了 把所有的帖子都删了 进入了静默状态 听说呢 他和老金呢 就是金贤卓呀 金教授也有联系 所以我们要趁着这个论文出来的时机呢 问他几个问题 直指人心的问题 大家有什么要问的也可以留言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北京积淀所的那个退休高工 那个李老师啊 他虽然不是搞超导的 但是他搞了一辈子烧结 那对LK99这个材料的这个烧结过程啊 他还是绝对有发言权的啊 那当然他的看法更有意思 他认为LK99啊 从论文的烧结方法上 他就是不成立的 那是纯纯的no 计啊 所以呢 这个观点碰撞 才有意思 这两天呢 李老师的论文我也看过了 挺好 现在呢 正在细化 我也把我的一些这个材料啊 发给他 希望呢 这两位呢 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估计呢 呆博士的访谈啊 这两天可能就差不多了 等着论文出来啊 李老师呢 估计要到月末啊 他刚还准备提交呢 就给大家做个预告 那时间呢 具体时间吧 起码我会提前 三个小时预报吧 怎么也得准备三小时吧 不然论文都看不完呢 说实话 吃瓜的人啊 就咱们吃瓜的 什么时候嫌苦瓜大呀 对吧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咱们继续吃瓜 啊 感谢观看